还记得邓维吗?演过的剧不是男二就是边角料角色 一个徘徊在三四线的小演员被讽刺长相过目望 好在幸运加深,凭借长相似他一跃成为代曝九十五花 然而人红是非多,他也难逃流量魔咒 当他的私生活被扒得一干二净之后 某些网友又来了一波实力嘲笑 网友,没有代言没有商务合作,真丢人 就在几乎全世界都在看他笑话的时候 他来了一把漂亮的反击战 他不吭不响地搞了大动作 9月可以说是邓维的翻身月 9月9日,重量级杂志《风度》宣布与邓维合作紧九的好消息 《风度》不是一般的小杂志 他不仅稳居杂志二线 还有着为创造时尚而生的美誉 粉丝们喜极而泣都在为他感到开心 毕竟这是他出道以为对的第一个合作 殊不知粉丝们高兴的实在是有点太早 隔天,也就是9月10日 费加罗紧随其后宣布了与邓维紧九饮食的合作 虽然都是与杂志合作 但后者平常合作的都是顶流 而一年中最重要的两个节点仅九饮食 费加罗更是信任的直接全部留给邓维 他被网友们评价为时尚界的新宠儿 而杂志封面的三套服装 除了高定外 还有第二男装和马鞍包的搭配也非常亮眼 可见邓维虽然只是待定顶流 但实力不可小觑 然而惊喜不只是这些 在费烈罗宣布合作后 隔天直接惊喜开手 这让风度万万没有想到 邓维的粉丝也被费加罗搞得搓手不及 不过值得惊叹的是邓维粉丝对偶像的热爱度 当时仅仅开售一个小时 杂志销量就达到了17万左右 仅仅12个小时销量远超23万 销售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 不仅如此 修丽可紧随其后没几天 就官宣了邓维为产品首位代言人 修丽可不是一般的小产品 他归属欧莱雅旗下 而官宣当天 猫猫销售量当天突破了4000万 注意这个数字是销售量 可见邓维的实力一般 如今阔别这三个喜讯之外 有一个喜讯传来 腾讯官微在9月21日 正式官宣邓维成为杭州亚运宣传大使其中一员 抛去商界之外 这份殊荣实在难得 可见他不仅获得了商界的认可 还在官方界得到了人品的认可 粉丝直呼终于等到我的哑巴新郎说话了 为什么叫哑巴新郎 因为极其不爱说话 哪怕是开直播也不说话 而直播也只是为了达到一些单纯的目的 看到大海 他会开直播 这是我第一次看海 我要大家一起看海 看到日落 他也会开直播 这里的风景好美 和大家一起分享 而当温柔的邓维看到某些粉丝犯傻时 他会收起沉默 一改常态 别了个人 人红是非多 骗子抓住了邓维的流量 很多骗子在网上冒充他来骗邓维的粉丝 这给邓维带来了很大的烦恼 怎么解释怎么劝告都没有 直到一个粉丝的出现 直接让邓维的愤怒升到了最高点 这位粉丝声称被骗了16万之多 邓维当场对他一顿责骂 简直是恨铁不成钢 没想到 粉丝们看到被骗前还能被特殊对待 竟然表现出羡慕的意思 邓维看到之后 又苦口婆心对其他粉丝一顿输出 父母细心的呵护 也无法呼孩子一事周全 何况是一个明星 相信邓维是他真心的想保护粉丝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 他直接就被粉丝笑称开不起玩笑 知人知面不知心 有许多人借着名气 会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比如睡粉 邓维的粉丝在直播间把这个事情当作笑话讲了出来 没想到邓维十分认真地跟大家分析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还十分严肃地告诉大家 这种玩笑不能再开 你以为他只会对粉丝动动嘴吗 当然不是 随着长相思的爆火 他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不过知名度给他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事 漫天的流言飞鱼漫天飞 虽然邓维的为人 他的粉丝们一清二楚 但不代表所有人知道 看到黑粉为了黑而去抹黑 他的粉丝一刻也坐不住 直接在网上开撕 邓维选择直接删掉了粉丝们的评论 他十分害怕自己的粉丝被无底线的黑粉伤害 他选择把粉丝保护在身后 自己选择躺平挨骂 不是大牌却有着大牌的度量 这或许才是他可贵的地方 在更新速度飞快的娱乐圈 或许他的红会是昙花一线 但相信三观出众 独树一致的他未来的路会更加长远 毕竟被全网挖黑 还没有实质性的黑料 反而流量猛赚的明星 他算是罕见的一位 细数了一下 邓维的资源确实不错 月龙是他出道的第一部作品 主演有王鹤蒂 朱旭丹等 作为一个在演艺圈没有人格人脉的小白 初步作品就是中药男配 属实惹人怀疑 电视剧播出后 容貌出众的他被粉丝一致罗列到了95花的队伍 而他的经历在此时也成了被诟病的地方 据传他的家庭优渥 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但这个猜测很快被推翻 网友神巴之后发现 邓维家庭一似一般 只能算得上中产家庭 不过家庭背景似乎并不是做演员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业能力 而这一点邓维略显短板 邓维自小学习舞蹈 功底十分踏实 而做演员是他一直的梦想 2014年梦想实现 他如愿地考入了中戏 然而是幸运也是不幸 在他大二那年 由于练武太过入身导致意外受伤 任带撕裂 这不是一个小伤 需要立刻进行手术 没想到 这次的伤病竟意外推动了他的命运之轮 邓维是个认真的孩子 老实夸 同学羡慕 高大的身材和完美的相貌 似乎注定了 他未来一定会在娱乐圈闯入一番天地 而这一切都被这次意外打破 医生告诉他 哪怕是恢复 也无法再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这意味着什么 或许大家也猜得出一二 跳舞生涯基本结束 由于伤势严重 手术过后的邓维和父母 都在寻求补救的方法 他的父母带着他 去国外寻求更好的治疗 长期的休假和漫长的恢复过程 让他不得不放弃学业 而恢复后的他明白重新考学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演员的梦想依旧在他脑海驻扎 机缘之下 他得到了东风 他被选中做了模特 为什么选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他 原因很简单 没想到正是这次机会 让他有了进入娱乐圈的机会 而这来之不易的机遇 也成了他如今的不配红的原罪 长阅记名中痴情的萧领 让观众心疼不已 而长相思中坚强的小狐狸 让更多观众心生欢喜 这种清冷感和破碎感 在男演员中很是出圈 然而大祸之后 他的私生活却被网友扒得一丝不挂 没错 离开荧幕下的邓维是这般模样 与大家认识的有所不同 私底下的他更潮 看起来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与荧幕上的干净大相径庭 于是在他的身上 越来越多人提出不满 更有人指出他的性取向问题 做指甲 他怎么这么娘 邓维在网络平台的美甲照 在某些网友嘴中 成为了判别性取向关键证据 脏便 腹肌 美甲 不爱笑的表情 都成了他不该存在娱乐圈的原罪 而这些错误在身巴下 才得知都是做模特时期的照片 同时 他还被爆出为人高冷 在剧组耍大牌 事情越来越乱 他的真面目到底如何 众所周知 除了一些网友的骂声之外 更为在大家眼中是出了名的腼腆 而他在机场的这些行为被扒出 是有心人故意蹲手对脸拍照 并且还大汉为敌讽刺 激怒于他 而他只是选择了沉默 他选择了背过身去躲避镜头 但引起热议始终是作为明星的失责 之后又因烟头事件引发热议 他也对此也做出了表态 他的道歉 似乎并不能平息某些网友的怒火 为了黑而黑 他做什么似乎都是错的 如果一个人足够光明磊落 那么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 在舆论继续持续发酵之时 光明随迟弹道 据悉 邓维的朋友爆料 他的朋友圈基本不发东西 在某国上揽获了不少的粉丝 在百忙之中 他还会经常和粉丝互动 分享生活 但与其他博主不同的是 他与众不同的直播内容 沉默不语 基本不说话 这是他在直播中的常态 他做的最多的事情 是和粉丝分享日常 他会带大家看夕阳 看海 分享所有他认为美好的事物 他不善言辞吗 是的 但简单的话语和真诚相处 或许比套路更得人心 有人说邓维的背后是资本 那么在他被拳往黑的时候 又有哪些资本来为他做公关呢 细看一下 在长相思刚开播时 他的某博粉丝不过百万 相比剧中其他明星 他可以说是基本没有宣发 那么他的资本会是谁呢 如今他的粉丝虽然不超千万 却拥有着千万粉丝的力量 相信这背后只有两个字 真诚 一是对事业的真诚 二是对粉丝的真诚 或许在某些资本的眼中 邓维的意外走红是个错误 但在邓维眼中 对待演戏不负责才是错误 对待粉丝不真诚才是错误 面对污蔑 他选择用道歉来平息事端 面对谩骂 他选择独自成手 这样的邓为大家喜欢吗